而这波疫情当中不少人民保姆也都感染确诊 预理警分局也绷紧神经 即刻设置了机动派出所以防护民众及远警的安全 隔着透明塑胶隔板派出所远警受理民众报案 防疫期间为民服务的工作不打折 随着疫情的升弯全台新冠三级警戒中 在第一线维持社会秩序进入社区部落 进行防疫宣导以及为民服务的远警 染疫的几率也比一般民众要来得高 预理警分局也绷紧神经 为了避免造成群聚感染的风险 远警执勤时全城佩戴口罩之外 分局长陈卫文进一步表示 各个派出所则强化民众洽工 以及受理报案的各项防疫防护措施 对了你底下有一个签字的受询问人那边帮我签名 各派出所将办公桌移至门口 并以透明塑胶布或亚克力板区隔 城户外开放室办公桌 桌上摆放酒精消毒温度计 实联制QR Code以及登记簿 第一时间掌握接触者的足迹 另外民众前往派出所报案 远景执勤时的安全也都能获得保障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华道